大家好我是阿皇 那么各位观众 都从宇宙的更新了42集的预告片 你没有听错是预告片 那么我们先看预告片有什么内容吧 之后呢我们才来做一个小小的分析吧 OK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看吧 Let's go OK我们先完整的看一遍先啊 我不要跳过 之后我们才来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看吧 泰坦铅笔 跟这个吸片版的 反泰坦 我觉得打不过啦 毕竟 他反泰坦诶 是专门打泰坦的 诶你们注意一下 那个泰坦的 他手断掉了诶 他左手断掉了 OK 这里 哦升级了吗 泰坦监控 OK 泰坦监控也是升级了 新武器哦 封 ,也不够 Crew 大约 好大隻喔 好大隻喔 好大隻 據說好像有300 300米嗎 What the heck 喔 未來四周 他來幫幫忙 OK 二打一喔 這是女版的大時鐘吧 新角色 我重新看起來 一開始就是泰坦鉛筆和反泰坦PK 剛剛我有提到就是這個泰坦鉛筆 他手斷掉了 怎麼一開始他手沒有斷掉 所以他到這邊手斷掉的時候 應該是他快要被打敗了 然後我好奇的是這個反泰坦 現在他是C片同時操控呢 還是有另一個人操控呢 這我不清楚了 也有可能是同時操控 或者是我們看到現在這個畫面 和那個C片找那個小女孩 那一段時間 他們可能是不同宇宙啊 這個呢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要等到42G呢 我們才可以知道啦 那麼泰坦監控呢 還有泰坦電視呢 他的造型和不一樣咯 已經升級了 我覺得泰坦電視的變得帥很多啊 現在多出幾個電視了 還有後面的裝備呢 也蠻酷的 可以期待他會怎樣發展 接下來呢這一邊 剛剛我看錯了 這個科學家呢 他是說特別特工啊 不是秘密特工 我看錯了 如果是秘密特工的話 我就會想 會不會是原作那個秘密特工呢 那麼這個特別特工呢 可能是一些YouTuber 或者是來自其他宇宙 或者其他的作品的角色啊 這鞋身呢 老實說要怎樣應付呢 我不清楚啊 畢竟他可以暂停時間 暂停到整個銀河系列嗎 整個宇宙啊 所以呢 要怎樣擊敗他呢 其實我想到有一個可能性啦 就是會出現更多的 來自不一樣宇宙的泰坦時鐘啊 或者是一些時鐘人 因為他最後呢 有出現一個新角色啊 所以呢我猜測 有可能呢 會來自更多的不一樣宇宙的時鐘 來幫忙啦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呢 就是這個未來時鐘說到 這不是我看到的未來啊 也就是說鞋身的出現 改變了新的未來啊 所以這個時間現在可能是最新了 所以這個未來時鐘呢 他不知道啊 這一邊他怎樣發展呢 也蠻期待的 那麼目前的12集呢 沒有消息呢 說他幾次會更新啦 那麼我們套食菜 期待一下吧